国家扶持半导体行业发展 内地传媒就指出 过去一年有多个百亿级别的半导体行目先后难尾 批评一些地方政府储出审批和投资 而误阻国产晶片制造业发展 新华社旗下疗望新闻周刊报道 这个未完成兴建的厂房 是半导体公司南京德科马在五年前設立 规划投资30亿美元 最后工程因为欠缺资金而要终止 报道说另一间难尾的半导体公司是贵州的华深通 2016年获地方政府投资几十亿人民币 原定与美国晶片制造商高通合作生产晶片 但因为欠缺产业基础和人才资源 去年宣布破诊 《遼望新闻周刊》的报道说 近年各界都看好半导体行业想加入分一杯羹 说截至今年头七个月 内地有45,000多间和晶片相关的企业 而在今年第二季就有4,600多间晶片相关公司新注册 比去年同期增长207% 报道引述地方政府负责人说 很多类似项目都要求政府零地价 代起重逢和大量奖励补贴 地方部门认为要求不算苛刻 但他们缺乏判断产业前景和团队实力的专业能力 以为相关项目能够带动产业发展 通过审批投资才发现公司在资金 人才和技术都出问题 报道说江苏、四川、湖北等五个省 有6个百亿级半导体项目先后难尾 而今年展开的半导体项目 有八成集中在内地二、三线城市 因为基础技术不成熟 项目也都维持不久 报道说项目难尾 耽误了千名半导体人才发展 造成人才流失 也都打击了行业的信心 有业界就建议国家加强半导体产业统筹报告 重点支持目前已经有技术和产量基础的半导体项目发展